五花肉200克,剁成肉馅,剁得不要太细,粗颗粒比较好 香菇8个,切去根部,放入碗中,加几勺淀粉拌匀 然后倒入清水洗净,淀粉有较好的吸附力,能将香菇清洗得比较干净 洗净后捞出几具水分,切成小滴备用 分两次往肉馅中倒入料酒,搅拌均匀 让肉馅充分吸收料酒,这样不仅能给肉馅去腥,还能软化肉质 让肉馅口感不柴不硬,鲜嫩多汁 锅里少放点油,倒入肉馅,中小火煸炒 煸出多余的油脂,然后加入多一些的姜末 把香菇也倒进来,春分煸炒出香味 炒至香菇缩小,脱水时,放两勺黄豆酱,两勺香气酱 稍加煸炒,放少许白糖 两勺生抽,一勺老抽,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一勺清水 孤度一两分钟,让各种味道融合 开中大火收汁 收至汤汁粘稠 倒入姜末,葱花 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自己做的香菇酱没有任何添加剂 密封后冰箱冷藏保存,可存放7天没问题 香菇独特的香味,加上肥瘦香煎的肉粒 每一口都酱香浓郁 吃了还想吃 不管你是拿来拌面,拌米饭,夹馍还是卷饼 味道都是非常的棒 喜欢赶紧试试吧